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0年12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拍影片和大家跟进几个市场的技术走势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到恒指的走势,恒指已经连续递日反弹,看到是试了34ma 看到之前修了在34ma下面,代表有机会碰到55 但是有时会很快地碰到,有时也要视乎那两条ma的情况会碰到 有时就会反弹一下才会碰到,现在看到今天试了34ma以上的位置,被高下来 看一看期货图的走势,期货图呢,如果之前说到这个Z浪 如果由前面这个高位走下来的4浪是用一个ZZZ走,在这个位置就完结了 然后开始走5浪,这个5浪就应该是走1,2,3可能是高些,4,5 然后再回上去,再回上去,现在还未去到1比1,2,3的位置 所以还未收5ma下面,所以也有机会 现在走5浪也有机会可以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Z浪的最后,就是Z浪 就是用一个平台浪走,平台浪会先反弹70% 就是看到这个26484这个位置,就是这个浪反弹70%的位置就已经到了 到了然后站不稳的,站不稳,所以现在有机会就是走1,2,3 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Z浪里面的A,这个是Z浪里面的B 那B就分了A,B,C1,C2,C3,C4,C5,有机会是这样的 即是在这个Z浪里面的B就有机会完成了 就等它跌穿回移动支持,或者是收5ma下面 就开始走C,这个Z的C,这个C就会是分5个浪的结构走 大概会是这样,跌穿回这个底的机会也大 现在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位置开始就是跌下去, 走到Z浪的C,就完成了这个四浪,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已经是完了 一直在那边,一直在升起来,然后升起来 上段影片也说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如果升起来Z浪里面的B浪,即是这里开始反弹 如果能够升起来这个位置就会更加利好 因为它虽然是反弹了70% 即是有权走一个平台浪,但也有可能 即是未必一定是平台浪,可能是走这边 这个大的二浪,即是由这个位置 大的一浪,大的二浪,即是调整整个的升幅 但是如果能够升起来这个位置 大概一半吧,即是去到二万五那些位置 但是如果能够升起来这个位置,那就会是 走这边这个走法又会是机会小一点 如果能够升起来这个位置,走这个四浪的机会 走四浪的机会又会大一点 即是可以注意到短线移动支持 即是可以注意到短线移动支持 即是大概是这些位置 或者是这个位置 如果跌穿这个位置,有机会是这个位置 就会做了一个B浪,就是这个Z浪 即是这个Z浪里面的A,B,B,B 这个B浪顶,有机会是做完 然后走到C 就要等它跌穿这个位置 就要等它跌穿这个位置 去确认 又或者是它5小时图 收到5小时图 5小时图 5小时图 收到5小时图 就确认它是 这里走过C浪 就是这样的看法 这里看看上正指数 上正指数一线图 之前说到这里是 开始了535的下跌 这里走1,2,3,4,5 走过5浪结构 这个像是A 这里反弹一个A,B,C 这个就是B 现在就走过C C就分得做 1,2,3,4,5 所以可以量度一下 大概跌到哪些位置 就像是会跌到 3,2,8,3 或者3,3,1,3 这些位置 7日 看到之前这里跌下来 A浪用了7日 现在C浪用了3日 可能最少还有4日 下跌 就是可能是1,2,3,4 还有4日的下跌 有机会 看看 道指 看到道指 周线图 都是继续在 30271 这个位置上下 下跌 现在还是在 这个比例以下的地方 看到 今个星期 跌穿上个星期的底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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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星期的底 都是向下跌 每個星期也大機會是下跌 所以這點也要注意 看看它的四小時圖 看到四小時圖 這裡有可能 之前提到這裡有機會走一個 ABC 一個不規則的平台廊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可能是走一個1 2 然後走一個3 同行指的分析 剛剛行指有兩個方向 有一個是直接上 即是五浪開始直接上 有一個是四浪 四浪的Z會有C浪下跌 即是要好看尾估究竟是 這裡會不會是 升穿這個位置 以及會不會跌穿這些 支持位置 如果它能夠升穿這個位置 以及升穿前面這個頂 很大機會升穿這個頂 這樣就比較有利 反彈B浪繼續 即是恒指 如果是上 向上突破的話 有可能五浪是 即是四浪是這些位置 然後五浪是開始 向上升穿這些位置 亦都可以是四浪的B浪反彈 這個是四浪A 四浪B 那四浪B可以再上高一點 因為它是平台浪 只是反彈超過70% 其實B可以去到A的兩倍 最盡到兩倍都可以 即是它可以先翻穿這個位置 都可以是B 即是可以是A B 接著再C 如果去到這麼高 通常都比較難破底 即是可能去到這些位置 又再上去 即是說比較重要的信號 就是看5mA 會比較好一點 看看5mA和短線的移動支持 有沒有跌穿 因為它這個B浪反彈 現在只不過是滿足了 Z浪B浪 滿足了它最基本的要求 但其實它可以有權再上升 即是如果是走這個Z浪C 現在就有權開始走 但它這個反彈也有權再高一點 所以就看看美股是配不配合 看看道指的這個位置 之前就說到這裡是一個 形態就是ABC 即是三浪結構 那這裡呢 而這裏呢 也是一個 即是一個五浪結構 那 如果它這裏是一個三 三五 這樣呢 這樣 也可以的 所以它這裏是一個 A 然後這裏是一個B 這樣也可以 所以它 就看它會不會升穿這個頂 如果能夠升穿 那這個B又可以排除了 那之前就說到這裡是一個 不規則平台浪 這裡是一個A 這個是B 這個是C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調整浪就完成了 那這裏又是五浪結構 所以這裏是一個 下一個上升浪的一浪 那二浪就有機會在這裏做完 那再翻穿這個一浪頂呢 就是開始三浪 那這裏 那因為這裏看下去 都好像是一個 的 就是一個A B C的結構 那裏 那裏 所以就 看一下它短線 會不會突破這些 這裏 如果它升穿這些位置 然後又升穿這個頂 因為它這裏 假設它是五浪結構 它就不應該升穿這個頂 所以萬一它真的升穿這個頂 那就已經是可以說 算是 肯定了這個位置 是一個調整浪的結構 所以如果一升穿這個位置 這樣走三浪的機會就會大些 那它如果是走三浪 就應該是這個是一浪 就是這個位置開始 調整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一浪 然後這個是二浪 那升穿一浪頂 就是開始三浪 就像是這樣 那這邊看看 蠟子的走勢 是日線圖 這裡 這個位置有機會是走一個A 即是這個加上A 這個是B B是升穿了A的B浪 B子浪的頂 然後這個是C 沒有跌穿過A浪底 這個是純細平台浪 即是上升浪是由這個位置數 由這個位置開始 所以可以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開始 這裡應該是1浪 這裡是2浪 然後這裡有機會是3浪 因為比例上做了1.618的比例 所以前面的都像是4浪 那這個5浪呢 5浪的3是行ABC 就像是一個Andender的浪 這裡是行5浪4 如果這裡上升就是5浪的5 如果這裡上升就是5浪的5 再升多一個紫浪 應該是又會再開始一個調整 所以這一點就要注意 看到上面這裡有一條虛線 這條虛線呢 就是那個 納紙的帶的阻力位 我們用前面這個浪兩度 用這個浪兩度 納納出來的1比1.618 就是113 所以也不說沒有機會去得到這些邏 萬一去到的話 就應該轉向的機會有很大的 所以剛剛數到到最後一浪 開始走1,2,3,4,5就有可能到這些位置 到時應該會有一個大的條線出現 看看美元對利安人民幣的走勢 看看月線圖 看到已經是下跌第七個月 上一個月就收在0.764的比例下 下面一個比例就是1比1的比例 就是用浪與浪之間的比例去看哪些位置有支持 看到是這個浪和後面這個浪 比較的話就看到是6.44526這些位置才有支持 下跌了已經是第六個月 如果下個月跌穿這個位置或者跌一跌 有機會是先陰後陽去收回陽足 就有機會是這樣 現在暫時都應該是未見底 正在做一些反彈 例如說A、B、C 反彈後會再多破一次 就應該是差不多 如果下跌到6.44526 就是這些位置 反彈一下 然後再下跌 安全地試圖 大概就像是下個月會去到,即是下個月也未必是先跌後星,可能是先升後跌,這個是說不買,純粹看這裡的陰陽燭就未必會這麼容易看到, 但是這個位置也好像是碰到的,這裡是1比1的比例,同前面這個藍,看看黃金的日線圖,看到黃金日線圖就支援這個13MA,看到是, 即是它打中了144MA,升穿了之後,就回落到這條13MA,第一次試有反彈,再試都是站穩的,結束了四連陰,看到四支陰燭, 現在再上去,就有機會上了,看到STC也像,即是說,有可能這裡是在開始三浪,即是這裡是1,2,這裡就是三浪裡面的1,2, 看到這個二浪是調整了多少%,看到這個二浪調整了多少%,看到這個二浪調整了多少%, 又未去到61.8% 現在比較近的位置應該是1886這些位置,因為它站穩了1873這個比例,應該是向上就是1886,如果站穩1886應該就是去挑戰這個高位,1906那些位置, 如果這個是三浪,即是三浪裡面的三浪,看看它可以去到哪些位置, 是做一些比較,就像是1942,即是比較初步就像是1942,或者是1909,或者是1909,0.8,1909, 如果是用前面的浪去量度,因為它前面的浪這個反彈都未去到1比1比例,都是去到1比0.764, 就是1904,但如果有其他位置,可以試到1930, 試到1930還是未先穿前面的頂,所以可能只是一個反彈都不定, 即是說現在都是逐步看,即是說都是看1904,或者是1930那些位置,看看原油的走勢, 看回原油的日線圖,看到是走五個浪之後,跌了三天之後就有反彈, 這三天之後就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浪的形態出來, 由這裏開始,再走一個A, 即是走一個A,B,C, 然後一直站著五個嬰尾地上,所以這次反彈可能是一個X浪, 看看這次的浪可以走得如何, 看到有機會是, 这里也比较难说因为好像有一个1 2 3 4 5的结构 暂时短线就看它会回回一半左右 再看如果它收在一半以下 再收下面就可能会跌回这个底 但就像是一个五浪结构 也有可能会有一个A B C再下跌 又或者可能是一个调整完了 会有1 2 3 4 5再上也行 短线也是看它会做回一半 即是回吐一半的调整 即是去到47.4 47.1的位置 看看美元指数的走势 看看美元指数的4小时图 看见到4小时图它站不稳 试了一次89ma站不稳 再试亦都站不稳 那就下跌了 现在差在就是 因为这里也比较难说是3浪还是5浪 如果是3浪就是A B C 那就开始比1浪2浪 接着可能是3浪4浪5浪下跌 但如果它又再试回这个89ma 如果这次站不稳 可能这里是一个535 或者这里可能是一个A 这里是一个B 然后是C 再跌过 因为它这个日线反弹 这里短线见到底的反弹 可能是简单的 就反弹3日之后就完了 也可以是久一点 久一点可能 可能试过这条蓝色的34ma 再触发它破底 可能这个是A 这个是B 接着是C 碰到34ma站不稳才再破底 这个4浪呢 4浪的反弹都比较难说 暂时都是看到89ma 都是一直下跌 如果没有站稳 也是有机会破底 如果站稳 就是看这条ma 看回这条144ma 就是反弹可以再高些 如果站得稳 89的话 站不稳也是会看 跌穿前面这个底 今天这条影片就拍到这里 喜欢可以给个赞 你们youtube可以订阅 欢迎分享给朋友看 也可以订阅 youtube的会员 或者patreon的会员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